我告诉你啊,以后想吃叉烧再也不用去广东了,在家里用一个电饭包就能轻松搞定。 不信你就往下看,十块钱的五花肉改刀切成条,加入香菜,葱姜蒜,放入白糖,加入少许米酒给它蒸香。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入这一包叉烧酱,它还可以做叉烧排骨,叉烧鸡翅,都非常的好吃入味。 用你性感的小手给它抓拌均匀,腌制三个小时以上,每天都那么用心地叫做菜,能不能给一个小红星鼓励一下? 非常感谢。 电饭锅放入姜片,再放入腌好的五花肉,倒入剩余的料汁。 电饭锅按煮饭店焖30分钟,煮的时候给它多翻两次面,捞出晾凉后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这样做出来的叉烧肉肥而不腻,特别好吃。 平常家里来客人过年过节都可以安排上。